韋航今天中午趙少康出來召開新的記者會 主要的原因他公佈了這一份民調 這一份總統大選的民調當中 賴清德支持度32個百分點 然後柯文哲20.88個百分點 侯友宜20.71個百分點 好在趙少康系統的新民調侯友宜事實上變成小三了 好那這個這週三 國民黨中常會正式敲定總統大選的初選 不要啦 直接改成徵招 這代表其實國民黨內想要把初選的這個爭議給化解掉 把整個帳範往後拖 拖到哪裡 沒講 當然外界傳是大約六月多了 好 就在大家以為從昨天開始立委的初選 開始報名的焦點要慢慢轉去立委的同時 哎呀 發生一件事情 朱立倫想要把他往後拖 趙少康不想讓他往後拖 這就是朱玉鏡兒趙不止 就是人家已經不要玩了 你還堅持要玩 哇 這下難看 後續的發展 等一下我們再說 我們先來看數字面的意義 好 首先呢 是大家可以有任何眼睛 有眼睛都看得出來 賴清娥那一根明顯高出非常多 好 那另外的兩根呢 明顯的差不多 侯友宜約略落後 但趙少康這份做這份民調的趙少康 他特別出來強調 本質上沒有差異啦 那的確就統計學上 的確是沒有差異 可是在政治上差別可大 首先第一個關注焦點 柯文哲並沒有比原來民眾黨的那個趴數要來得高 他一直都是這樣嘛 18 19 20 20 19 18 來來 揮揮 侯友宜呢 史上新低啊 自從侯友宜列入總統民調以來 從來沒有這麼低的 除了所謂的互比式 不是對比 互比式全宇宙一起拉下來比的 他才會這麼低 好 但重點是這是對比式 撒咖都你直接被碾壓 那就麻煩了 所以這個民調出來 大家都問說 請問趙少康到底你想表達什麼 趙少康一時雨色 我夜不成眠啊 晚上睡不著 因為我也找不出理由來掰 但是重點是 趙少康原本高度支持的 郭台銘 趙少康說 郭台銘選他都不選 他一直想把郭台銘拱上去 可是郭台銘做出來呢 還比侯友宜低 低了1%多 雖然一樣是在誤差範圍內 柯文哲一樣做了個20% 但是趙少康卻能夠在這中間說出故事了 他所說的故事是 侯友宜已經太低了 但是 郭台銘雖然又更低一點點 但是他跟侯友宜不一樣 郭台銘還有機會去把 柯文哲給整合掉 還有機會把柯文哲這個原神給吸來 如果這兩根可以加在一起 應該還是可以超過 這個賴清德的這個3 4% 要注意賴清德也只是在 中廣的這份清南民調中 也只是守住綠營基本盤 所以他們認為兩根加起來是有機會的 好什麼叫兩根加起來 你現在要改徵兆沒有出現了對不對 徵兆那就是誰都可能被徵兆 那就不要拖 儘速的在現在還有民調的時候 趕快去做組合 但是趙少康在這邊意在言外的是 如果往後拖 一定都會更低 一定都會掛掉 一定都會躺平 為什麼呢 趨勢就是在這邊 這個沙喀都支持度的我們一路比下來 從正傳媒的開始 就已經出現侯友宜開始往下滑的格局了 好到台灣民進去24% 大家覺得國民黨應該不會再低了吧 直接灌破到20 而且還是清南民調所做出來的 所以這是在短短的3月中到3月底所發生的事情 他的民調就一路滑下來 那滑下來原因很多 除了先前這個相關的爭議 就是他們這個選冊會的爭議之外 也跟他扭扭捏捏 在一些內部的處理上面 並不是非常俐落有關係 但更大的一個重點就是 他到現在還是沒有參選 而且他們想要繼續拖 終於把所有人的耐性給拖掉了 好那除此之外 他還有一個很大的隱憂 在ET Today去做 候蔡英文 誰才是第一的政治領袖的 原則上前兩名一直都是賴清德 候宜彼此在那邊馬花卷 你來我往 好那在最新的這一份 賴清德再次拍到第一 侯友宜爬到就掉下來到第二 那就重點來了 我們來看 在所謂國際視野的部分 賴清德4.02 侯友宜3.65 你會說好像不是很差 錯 其他人都3.82 3.87 3.92 3.89 3.43 好這個是郭台銘 4.43 他是特別高的 那再來就是其他的人 其實原則上都有一定的程度 甚至到4點多 就一個侯友宜3.65 所以這個已經離風離得非常遠了 好所以在一般百姓的心中 特別是他們新聞雲 他是比較偏年輕的 年輕人的心中 侯友宜也是相對比較沒有國際觀的人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後續他要面臨的是 接下來我們大家都知道 3月底到4月 就是所謂的防美熱記 開始會美中台議題會丟出來 侯友宜會更沒有牌 我們再來看 目前的施政滿意度的部分 在中網蓋洛普的同一份民調中 他有做施政滿意度 蔡英文要注意 我們還是要再次強調 這是pro國民黨 就是比較清藍的民調 蔡英文 滿意 紅色是滿意 滿意度 過半 滿意度過半 賴清德 比蔡英文的滿意度更高 54%多 好 那即便是這個 陳建仁已經接近消失的角色 我們已經很久沒關懷他了 還是有47%多 好 那原則上來說 民進黨現在在清藍媒體的民調中 都已經還是有利了 那再更進一步來講 同一份民調去做所謂政黨的認同傾向 你會發現 所謂看人不看黨的暴增 就是他這個民調一直都是非常的高 但是在所謂死忠的部分 一樣清藍民調 一樣做出來是民進黨比較高 19.41% 國民黨更做到史上最低 你今天打的聽到是中廣 聽到是蓋洛普的 你連國民黨都不願意表態 你都說我看人我不看黨了 到底國民黨已經被搞到多羞恥的程度了 他的支持度完全都消失了 好 那當然啦 後續還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發展 其中有一個發展就是喊話 在喊話的部分 侯爾佑修改的這個用詞 像昨天就被光綺姐罵很慘嘛 就是這一個職位 我們職位不重要 重要的是定位 那黃士修這個也是長期 不是長期 近期相當反偶 近期相當反偶 他都弄了最近非常有名的那支廢廢 大家比較關心的不是沸沸的這個 最近的沸沸在桃園盛行 中立跑來跑去 這個是網路非常重要的這個靈魂動物 對 那沸沸就猴子嘛 所以人家就很難 很多人來比喻猴猴子 猴子跑哪裡去了 好 猴猴和沸沸 其實沸沸跟猴子是不一樣的 當然大家就是把它當作是猴猴嘛 重點是大家之前在網路上 還有去蒐集這個被發現的這個地圖 來去做GIS定位 就是這個沸沸到底 這隻猴子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好 那猴猴其實他現在到底是要做什麼 他真的要講清楚啊 就算當然啦 還有像TPBS仍然在幫他刪風天文 我說就是你的市政滿意度很高啊 而且跟他第一任的其中做出來 如果猴猴要參選總統的話 還是有四成多支持啦 TPBS還是在助推啦 不過我認為因為朱立倫已經給了猴猴一個方便 就是好把他改徵招 猴猴真的就會鬼起來 你就是怎麼罵怎麼打怎麼拖 他大概都不會動 我認為這是猴猴現在最重要的態勢 而且我認為啊 像今天有傳出一個消息 就是趙孝康還從頭忙忙再開一個記者會 就是傳出趙孝康要爭取部分區第一 然後去選院長 立法院院長 選立法院院長 那這個趙孝康氣到據說是做瑜伽 做到一半天又出來開記者會 這不太好 打斷瑜伽不太好 那他出來開記者會很不爽的一點 不是說他並沒有要選 而是這件事情朱立倫為什麼沒有幫他澄清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 感覺是朱立倫已經就是覺得 趙孝康你在玩我是不是 你玩我就玩你 大家就來玩來玩去 所以國民黨的內戰並沒有說 隨著改徵招而戰時止些 大家要注意的是 之後他們又會玩出多少新的花招 在這些東西又勝出什麼樣的故事 我認為這種內耗會再持續 如果不趕快徵兆不趕快搶旅人選 搞不好看到15%甚至10% 大家都跟朱立倫一樣低都是有可能的 好 那韋航你怎麼觀察 趙孝康開這個記者會 然後他說侯友宜的民調破底來到20% 他說趕快徵兆侯友宜 就是說他的這個論述裡頭 是說再這樣子玩下去 國民黨會大崩盤 侯友宜也會大崩盤 那趕快徵兆就不會崩 可是這個邏輯很奇怪 這張侯友宜的前提是建立在 他民調超強一定會贏 非常強一定會贏 那這個黃光琴剛剛對我這張圖都有意見 他說侯友宜怎麼變小三 我心裡想侯友宜變小三 他的民調是趙孝康拿出來看記者會 秀給大家看的 那1 2 3 我小時候數學應該沒有學錯 雖然他跟柯文哲之間的差距 可能有機構效應 可是他變成小三破底 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而且政治效應可能非常大 好 我必須要說 趙孝康可能在做這個民調之前 他的設計的想定是 或是因為那一群的鳥事會下來 郭台銘應該會上去 沒想到郭台銘做出來比較低 造成他權勢上面的困難 但是我必須要說 國民黨在周三丟出來訊息 其實大家都已經聽到 就是6月21號以後再處理 6月21號以後 第三批立委提名出來以後 再做徵招 就是因為這個話放出去 我想趙孝康他也忍不住了 因為他會知道到時候 因為這一定是 諸侯之間彼此達成的協議 那就是把表示郭台銘應該就 沒什麼機會了 那他現在去逼朱立倫 去提早提侯友宜這件事情 他也知道一定不會被答應 朱立倫絕對不會答應他 但他為什麼要喊 他就說I told you 效應 就是我現在先講 我到時候就說I told you 那個時候就要提 因為後面發現歷史沒有如果 後面就他的推估可能會一路下滑 所以等侯友宜跌到很低 要徵兆也沒人敢徵兆 徵兆盧也沒人敢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就可以跳出來說 I told you 所以你還是要聽我的 要是當初聽我的 你們就不會鬧到現在這樣子 所以我必須要說啦 趙和康他也在思考說 他作為一個媒體霸權的存在 他要去怎麼經營他這塊角色 當然就是先喊先贏 喊了之後都是你們家的責任 就不關我的事 我要趁你們已經計劃已定 就是六月的時候我就要喊四月 這個時候接下來大家就會說 你看當初都是趙和康說 對我們應該來支持趙和康 那可能就是郭台銘去選總統啊 趙和康去選立委啊等等的 這些東西都出來 那因為趙和康新政統這個想法 朱立倫就破了嘛 朱立倫就直接把你破 我就讓那個趙和康要進 要爭取不分區第一名的這個消息 在街上游走啊 記者來問嘛 來問我就不否認啊 就說全部都往後這樣子 你玩我我玩你大家就來玩 所以我認為其實真的是 蠻糟糕的一件事情 你要注意賴清德所做所有的事情 他那是把人完慘完慘了 人家才出來說不好意思我退選了 我辜負大家期待我能力不足我退選 他目前已經至少十個人喔 而且我知道還有一兩個 會在這幾天大概會 雖然報名到今天 大概會有一兩個會在這幾天確定 都沒有人出來亂搞 賴清德的做法其實已經很多人不滿 都沒有出來亂搞 可是朱立倫的做法呢 即使已經跟某些人講好了 大家還是要繼續出來亂 所以我認為後續啊 不要講說是下個禮拜 這個禮拜六日應該也都會有 類似的數據丟出來 大家就拿數據說故事 我們就來看誰厲害 好那韋航我問你喔 那照照稍康今天更新最新版本的故事 侯友宜如果變成小三的話 國民黨立委要怎麼選下去 國民黨立委當初拱他 就是因為說他是最強母雞嘛 那母雞會帶小雞嘛 那萬一母雞害死小雞呢 現在的狀況就是 有一些國民黨人之所以 我昨天有問啦 就是在放話挺盧秀燕分兩邊 第一邊媒體人 隨著週三國民黨的那個確定 盧秀燕挺盧秀燕的媒體的聲量會消失喔 你要注意今天就已經沒有聲音了 但是挺盧秀燕的立委候選人會出來 因為他們就是 對我而言這個比較重要嘛 盧秀燕至少不會給我在那邊出包嘛 他沒有什麼定位職位的問題啊 他就是台中的大位做得好好的 所以盧秀燕至少是不會失分的一個盧媽媽 其他的你逮著他都會出問題 所以現在也不是說真的要去挺盧去選總統 而是黏在盧秀燕旁邊 我不會跟那猴耳一起失分啊 我今天挺猴耳秀挺得很兇的話 人家一定會像問葉元智一樣 葉元智你不是挺很挺猴耳秀嗎 那猴耳秀到底要不要選啊 葉元智你自己要選 那你會支持猴耳秀選嗎 我作為立委我要去幫個 完全拿不定主義的母雞去做解釋 這真的太難了 我自己的選情都已經很艱辛了 所以回歸根本 就是現在的狀況是 這些立委他們的想法 原則上已經不是說總統候選人要誰 就是第一 能不能不要再講了 能不能不要再講了 如果非講不可的話 那我去講一個最安全的答案 那誰安全 目前看起來是盧秀燕比較安全 就是盧秀燕他不會失分嘛 你說我很欣賞他 我覺得他很棒 那他講話什麼什麼 施政都是滿意度很高 都不會出太大的問題 反正他也不選 那你就講他 那就是做一個順水人情給他 所以當國民黨他現在陷入的困境就是 上面黨中央這群 老人大佬在亂講 底下的立委呢 各自為政彼此施殺 然後為了求生也沒有辦法 他就只好去擠在盧秀燕的這個底下 那侯爾也要思考的就是 原本支持他那些人 現在到底 特別是立委 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他能不能再把這些人兜回來 不要再兜里長了 不要再兜議長了 那個我沒效啊 這次選的是總統搭立委 他必須要面對現實才行